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播会客室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 在我左手边第一位是我们新竹市税务局服务科的科长 孙小珠 孙科长 欢迎科长 主播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又来到了主播会客室 好 孙科长好 那第二位来宾是我们针锋市的主任 石新天使主任 欢迎主任 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任好 那一开始我们先来请教我们新竹市 我们税务局的服务科长 今天科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不是要告诉大家缴税的时间到了 今天是要告诉大家是我们的税务局 一直持续着将心比心贴心服务的理念 那今年有没有哪些创新的辩民措施 好的 因为近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为了避免群聚 都会尽量的能够熟悉那个线上申办 或者线上咨询的业务 那我们税务局也配合推出了一个税务AI 也就是新竹市税务小帮手 iPhone儿 那民众呢在24小时只要到我们税务局的网站 就可以点选私讯客服来跟他做互动 那如果说有需要申办的事情呢 其实也可以直接点连接 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线上申办的业务 那另外呢除了这个24小时服务的智能客服以外 你也可以透过视讯客服这个点选 这个是在上班时间 是由我们的税务员来做服务的 也可以直接就是面对面的来做洽询 那另外呢在视讯客服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已经进阶到 把它作为一个视讯 远距视讯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说像民众如果申请民 房屋税自用住宅的税率的时候 以前呢我们房屋税的人员 要到民众的家里去做线刊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说 尽量避免群聚避免接触 所以呢只要跟民众 跟我们约好一个时间点 打个电话来 我们就可以透过视讯这样的一个工具 来做线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除了房屋税以外呢 地价税和土地真实税 也都可以做线上视讯哦 好 客人刚才讲到的是 就是AI智能的服务部分 那上班时间有真人可以视讯 那下班时间就是我们的智能客服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也可以线上视讯 可以做现场配刊的部分 这部分就是还蛮特别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现在人真的 也要出来要跟税务人员约时间以外 自己也要在家等着 那有视讯就方便很多 那除了智能客服之外呢 你还可以利用手机跟电脑来上网 这部分是不是请科长来告诉大家 好 那如果说大家不想出门 或者不方便出门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很多贴心的 一化病名服务措施 首先跟大家介绍线上回复平台 也就是说当您收到通知书 像退税的通知书 那上面呢都会有个QR Code 或者呢像地价税优惠 自用住宅的一个税率的这个辅导函 也会有个QR Code 那这个QR Code呢都是为了这个 税务入口网的这个电子文件的部分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做申请 然后你只要带着这个电子税务文件的档案 还有验证的档案 到虚用机关去办理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大家知道 很多的单据都尽量的电子化 那我们税单也不例外 如果说同仁 那个民众如果想要用电子税单 只要你申请完以后 我们就会把这个电子税单 用mail寄给你 然后你只要把这个税单点开来以后 上面一样也有个QR Code 你只要点这个QR Code 就直接到了电子缴税系统 直接缴税 真的非常的方便 是 那刚才科长讲到的部分 就是用手机或者是电脑 就可以完成税务的工作 比如说缴税啦 或者说你账单遗失 也可以直接在上面申请 补记账单之类的 或者直接上网 直接在线上缴费 这些都可以 好 那有些民众或者是一些长辈 就是喜欢出门 我就是没有办法用这些手机 或是电脑 或者是真的有些长辈也不会用 那这边税务局是有没有提供哪些 就是一些零贵客户的服务 那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比较特殊的几项的便民服务措施 比方说我们的树易德专用车道 它就在中正路96下 也就是大家知道 美乃斯跟全家进来那个巷子 那只要开车进来 我们就可以按个服务灵 我们就可以帮您做服务 那就跟您清零柜台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服务项目 然后另外呢 刚刚讲到的税务AI 那个真人的部分 那是叫行动视讯 我们现在有个视讯服务柜台 它是坐落在我们新竹市的三个区域 香山区工所 北区南辽连理办公室 还有东区浦顶连理办公室 这三个办公室都有个视讯服务柜台 如果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呢 你可以直接到那些柜台里头 带着您的身份证跟印章 就可以直接做一些申请查调的一些业务 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了解 另外还在一个很贴心的 就是我们的税务秘书服务 到家的服务 如果今天你是居住在新竹市 年纪呢大概60岁以上 然后如果你对电脑比较不熟悉的 或者呢因为有一些原因你行动不方便 那你都可以来申请这个税务秘书服务到家 那我们呢一次会有两位税务秘书 依据您所需要申请的案件 直接到府去服务 真的是非常方便 那当然民众呢如果有需要 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税务局的一楼 有个全公文柜台 就是不分税不分区的 那刚刚就是讲有关这样的一个实体的便民服务措施 这便民服务真的是服务到家了 对 那我刚才再重复一次就是刚才那个科长有讲到 就是在三区就北区 香山区 还有东区 东区这部分都可以 里面都有提供电脑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到税务局的话 其实在这三区也都有专人可以提服务 是是是可以直接释讯 但是不然真的不方便 就是60岁以上的长者 你才可以打这个电话 请秘书到家 不是说你不方便出门就可以打 好那再来就是说 当消费者跟消费有消费争议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找消保官来协助 那如果说有税务的争议呢 我们可以找谁 好我们税务的争议 我们现在有一个税务局的纳保官 就是纳税者的保护官 好那这个部分在地方税 国税局都有 我们新务局税务局 原则上有三位的纳保官 然后都是非常资深 而且经验非常丰富 如果民众呢 有对税务有疑意啦 或者要提行救啦 有一些东西需要他咨询 我们的纳保官都可以为大家做服务 是好那科长最后 有没有来提醒我们观众朋友 就是目前还要特别要注意 哪些缴税的事项 还有是不是有什么税 好像年底之前也要来 我每次都跟人家讲说 两只脚站在地上的11月呢 要叫地价税 那地价税是11月开征 但是地价税呢 还有很特别 就是说一般的住家用呢 是叫做优惠自住的 自用住宅优惠税率 它只有千分之二 那一般的土地呢 是千分之十 两者的相差有四倍 非常的大 但是呢 如果你记得的话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异动 只要你申请过 都不用再重新申请 但是假如说因为买卖 震余或者是继承的方面 造成所有权能有异动的时候 就要重新再做申请 那申请呢有个期限 就是9月22号 所以民众只要在今年的9月22号 申请完成 那你在11月份就可以开始 适用这个最优惠的税率 是 好那如果说 有关于11月份的 地价税天的还不是很完整的话 没关系我们科长还是会 税务局的远远 还会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更详细的 完整的解说 好那我们本来说 今天就有两位来宾 所以我们现在第二位来宾 要邀请登场的 就是我们的正峰市主任 好我们想要请教主任就是说 有关于正峰工作 是如何来协助我们税务局 来推动哪些事物 正峰人员是机关的幕僚人员 除成局长致命外 并接受上级正峰机构的指挥监督 正峰工作包括联政法令宣导 员工贪毒部法制预防发掘 及处理前几事项 联政心格建议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 利益冲突回避 公务员联政伦理规范 公务机密维护 及机关安全维护等事项 政峰工作主要是以防滩 以速滩等措施 双反其下 建立公务员不敢滩 不能滩 不必滩 也不愿滩的 正确法际素养 并发掘潜存的风险维持 以协助机关建制 完备的内空机制 防度弊端 以提升施政效能和服务品质 维护本籍青年形象 我们正峰市 正峰市的人员都要特别挑过吗 介绍一下正峰市主任说 我觉得现场整个就变得很震惊 不敢乱讲话 好那主任 最后是不是要来告诉我们大家 怎么在落实青年施政 就是刚才主任有讲到说 不敢贪 不能贪 不必贪 也不愿贪 这部分是怎么样来落实 好的 贪污案件的发生 常事漏袭或击毙所致 如请托官说 送礼 宴客应酬 费落公务员 以打通关节等情事 贪污与政治风气之良语 负为因果关系 故正峰工作首要 就是协助机关 建制完备的内控机制 则民众自然遵循一定的 法令规章办事 无需行费 或其他不正方法打通关节 必端必然减少 正峰工作除了加强法令宣导 与贯书员工及民众 年龙观念 落实防滩机之外 并搭配宿贪作为 原刑进法 使公务员不敢贪 其次是 桌前法令制度 无戏可专 而不能贪 奉能养年 而不必贪 并建立公务员 以连结为荣 以贪污为此的 道德操守 而不愿贪 这样才能有效 防毒贪毒 建立连能政策 那我总结一下 就是说 这模式就是要法令宣导 然后要提醒民众 你不能送礼 因为他们也不能收礼 对不对 不敢乱讲话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两位来宾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提供我们这么棒的一些资讯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主播 好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以上是今天的凯破 大新族新闻 我是刘淑芬 我们下次见